大家晚安 那么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 一下子又到了周末假期了 如果想说这两天要出去走一走透透气的话呢 天气还不错 前台都是多云道气蛮稳定的 但要注意把握一下好时光 因为封面就要来报道了 今天有哪些天气重点要来告诉大家呢 首先呢就是今天要开始说的 就是日低温排行榜的部分了 第一名出现在哪里 就是宜蘭地区只有20.7度 也创下入秋以来的低温记录 第二名出现在苏澳的21.1度 第三名淡水21.6度 第四名无奇第五名新屋 那么这几天要提醒大家的天气重点 就是早晚的时候天气还蛮凉的 记得戴一件小外套 特别是骑机车的朋友应该很有感很有feel吧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种天气特别容易感冒 另外今天的天气便利贴又要提醒大家 这几天哪可以说各地都是多云道气的好天气 只有东半部地区云量比较的多一些 偶尔会下那么一点雨 中午的时候感受上还是蛮闷热的 但是早晚天气比较的凉一些 所以刚才提醒过一定要加一件薄外套了 下个礼拜一开始啊 封面来报道前台天气又要变得不稳定起来 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地面天气图的部分吧 其实因为啊 现在啊台湾地区来讲的话 附近没有什么天气系统 只有一些东北风吹下来 有一些凉异 不过再来注意有没有看到这一道封面 到时候比较南下的时候呢 其实包括了整个东北部地区 还有整个中部以北啊 还有包括中南部地区都会出现一些震雨的天气哦 星期天开始下半天呢 其实午后塞包就会变得比较的明显一些 星期一全台天气不稳定 另外提醒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科罗拉台风 科罗拉台风它目前呢 其实就在日本附近 所以如果近期要前去日本洽工或旅游 一定要注意航班移动讯息了 明天的天气带您来看到了 明天开始啊 其实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呢 同样还是看得到太阳的好天气 高温部分也是突破三字头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阵中午的时候 做好防晒的工作了 中部地区要注意的是 早晚日夜温差都是达到七八度之多 南部的高屏地区要注意是山气部分 五号要防范塞包哦 滑洞地区雨量比较多 偶尔会飘一些雨 这样也机率百分之四十 外道地区二十一到三十度 日夜温差达到九度之多 那么提醒大家好 天气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一下 因为星期一方面就要来了 全台天气要变得不稳定了 那么以上也是这节的天气时间就到这里